真的啦 民進黨齁 你已經被年輕人這樣唾棄了 你看D卡上面 把民進黨的工程罵爆了 罵爆了 你現在還要再推脫這些職位 把年輕人當白癡 我跟你講你會得罪更深啦 還有人在那邊帶風向 說這個是 國民黨的救國團 在XX的 差這麼多 傻傻分不清楚 就真的太扯了 你不覺得這個真的扯到一個爆炸 欠在倒霉的 反而被拿出來扁了 你老死耶 台灣還有什麼公理正義可言 不說還以為是大陸的豆腐渣工程 當他把民進黨的工程品質 跟大陸畫上等號的時候 你民進黨怎麼再抄不動抗中保台 台北市長必須要有這個能耐 必須要有這個遠見 你必須要能夠規劃台北市 如果發生6.2級的地震 請問該怎麼辦 有沒有哪個台北市長 哪一個台中市長 哪一個高雄市長 台南市長 桃園市長 可以做出這種規劃 告訴我他現在打算怎麼做 我跟各位講 吵都吵不完了 吵吵鬧鬧 絕對不會有人提出他的見解跟看法 你覺得這次年輕人都不懂嗎 我跟你講我今天吵就用D卡的 我想知道年輕人針對這個事情 他們怎麼看 對地震吶 年輕人對地震怎麼看 年輕人 你們自己看 我跟各位看 謝謝怡萍 我現在都會拜託怡萍幫我到D卡 或者是到那個 呃 D卡跟那個 PPT 幫我去找 當發生重大議題的時候 年輕人怎麼看 這個是怡萍幫我找出來的 你們看 D卡上面 這個就是我今天的標題 這就是我今天的標題 我給各位看幾個大學生 怎麼怎麼看 大學生怎麼看 今天我的標題就是 爛死 這就是抗中保台的民進黨工程 爛死 這就是抗中保台的民進黨工程 這是D卡的年輕人 對於這一次發生地震 然後桃園 巴德運動中心倒了 青鋼架工程 我等一下跟各位講這個 大家知道巴德的中心 羽球館 上面那個整個天花板 全部都掉下來 那個監視器影片 那很多人應該都看過 我相信 線上的九成的人應該都看過 九成的人應該都看過 年輕人怎麼看 年輕人給的標題就是這一句話 大家看 踏雪無痕 這個 D卡很多人應該知道 這個就是年輕人 那個 尤其大學生 那上面都是什麼大學什麼大學 踏雪無魂 他說爛死 這就是抗中保台的民進黨 我後面給他加兩個字叫工程 年輕人已經開始不耐煩了 年輕人開始這麼不耐煩了 你再往下看 張大佛還不打這弊案嗎 張大佛是誰 鬼樂 謝謝你 謝謝送玫瑰花 鬼樂 感謝 張大佛 年輕人說的張大佛是誰 你們猜 張大佛他們指的是誰 你們知道張大佛指的是誰嗎 羅斯軍團的應該知道 張大佛指的是誰 不知道 善政禪師 S2HC 還是個S2HC比較厲害 年輕人講的張大佛 就是講張善政 OK 好 來 國立台北大學 張大佛還不打弊案嗎 連大學生都在講了 易軒沒錯 善政大師 傲笑臉善政 對 宜蘭大學 大西運動中心 最早先的淋浴間 洗完澡走到還滿滿的水 然後才二次整修 大學生喔 在滴卡裡面 然後 讓三政吃香喝辣換來的 去你媽的台灣價值 這是宜蘭大學的 交通大學 讓三政吃香喝辣換來的 這是年輕人對於這一次地震 不爽 這些年輕人現在不爽了 自己不爽以後 他們會在他們自己的 滴卡或者PTT上面表達他們自己的意見 我想很多年輕人已經開始慢慢醒了 你們可以再看這個啦 還可以再看 我再給大家多看幾個 年輕人現在怎麼 怎麼看民進黨現在做事 來 你們看這個 比一堆三四十年老房子還爛 你們看 年輕人說 比一堆三四十年的老房子還爛 我跟各位講 你不要再以為年輕人看不懂了 桃園正渡才三級 巴德運動中心新天花板雀崩塌 這是哪家工程做的 跟新足球場有的拼 我們年輕人還知道拿新足球場來野餘 然後呢 然後 跟新足球場有的拼 然後 你看他們 年輕人很懂的 很懂的 比一堆 新蓋好的三級就出事 他們還知道這次是三級 比一堆三四十年老房子還爛 年輕人很清楚的 你以為現在年輕人好騙嗎 東海大學上面 上面 東海大學 那個天花板是用紙做的嗎 想知道民進黨花了多少錢蓋 該不會好幾億 隨便搖一下就沒了吧 年輕人 好 你當你們以為年輕人都很好騙 的時候 我跟你講 沒有這麼好騙 沒有這麼好騙 這些年輕人已經不像你們想的一樣了 來 你看 這個 這個 可以套用林志堅比喻台積電的例子 林志堅 其實林志堅 上次不是重出江湖嗎 林志堅呢 在上面演講 他就直接說 哎呀你們問到那個新竹棒球場工程 哪一個工程不會有瑕疵啦 連台積電都有瑕疵品 然後現在被年輕人 巧克力 這個年輕人 言語的重點 可以套用林志堅 比喻台積電的例子 府人大學說 不說還以為是大陸的豆腐渣工程 沒錯 你們告訴這些年輕人大陸有多爛 大陸有多差 但是 你們現在被年輕人罵 府人大學說 這是女生哦 不說他以為是大陸的豆腐渣工程 從這個留言 你看出非常多的現象 年輕人還停留在大陸很爛 這個我就不知道要怎麼說了 我已經不知道要怎麼說了 大陸的品質跟工程 現在都已經到世界各國去蓋學校蓋高鐵了 好不好 當然了 年輕人還被民進黨宣傳的 覺得大陸就是很爛 豆腐渣工程爛得要命 OK啦 OKOK OK 就姑且認為 好吧 年輕人你們心目中大陸工程就品質超爛 就是豆腐渣工程 結果他現在清楚知道了 不說還以為是大陸的豆腐渣工程 當他把民進黨的工程品質跟大陸畫上等號的時候 你民進黨怎麼再超過抗中保台 你們自己想 年輕人都已經認同你們這些民進黨 工程跟大陸沒有兩樣的時候 你怎麼再操縱抗中保台 國立嘉義大學好扯的工程品質 國立中央大學 我以為經過921大地震後 台灣新建的建築都很抗震 到現在還有人 覺得921工程後台灣工程品質進步很多 你太天真了 大陸在08年地震後 建築都已經用很高的標準 沒錯大陸不能開玩笑的 菁英政治沒有大家想的這麼好混 好不好 這麼好混 這個就是年輕人在低卡上面的表現 我給各位看這些 主要就是讓你們知道 這一次 年輕人沒有這麼好騙 來大家抖音的朋友 幫我在螢幕上多按幾個紅心 多按幾個讚好不好 你好 謝謝 廁所沒有門 標準不把門 廁所門建好 大罪俠 你現在認為大陸的廁所沒有門 好 你不要以為年輕人 好像 民進黨愛怎麼搞就怎麼搞 愛怎麼玩就怎麼玩 一直玩一路玩 玩到大家都掛大家都死 沒有這麼簡單 我跟你講 年輕人真的漸漸了解了 這個工程品質爛到爆 我跟各位講 我簡單講 已訂閱 謝謝 謝謝洪小如有訂閱 加洪姐 我跟各位講 今天 桃園八德這個畫面 我沒有給大家看 我相信大家心裡面都非常清楚 看N百次了 看N百次了 這個工程很簡單 很簡單 他就是一種叫 青鋼架天花板 青鋼架耐震天花板工程 很簡單 這就是你們像我們這種 像我這種 這種 上面 青鋼架 青鋼架 這個應該我不用解釋吧 這個東西還要我解釋 我就覺得有點累了 青鋼架 就是天花板的一種工程 他會用一種 Alumi 或者是和含鋁 或者是 鍍什麼的鋼 鍍鋁的鋼 是不是 然後在天花板架起來 然後會把板子 像這種叫青鋼架 但是呢 他們呢 他會有一種吊掛 懸吊 懸吊 這一次呢 我問過一些建築師 這個 他說這應該是一種懸吊的 天花板的懸吊工程 天花板的懸吊 但是 大家如果看 那個標案工程是叫北景雲工程公司 但是 他裡面有掛一個建築師的名字 吊點的問題 也許是 這都是鋁製 都是鋁製構造 剛撕的都沒掛 真迷人 OK 大家都很了解 來 我跟各位講 如果大家去吊出來 這一家工程 當然我跟各位講 還有人在那邊帶風向 說這個是 救國團 國民黨的救國團 在營運的 我跟各位說 真的啦 民進黨 你已經被年輕人這樣唾棄了 你看D卡上面 D卡上面 把民進黨的工程罵爆了 罵爆了 你現在還要再推脫這些 把年輕人當白癡 我跟你講你會得罪更深 我知道今天這兩天 一直在炒作什麼 一直在操作什麼 說這個是 國民黨的救國團營運 各位 很簡單嘛 營運跟營造有一樣嗎 我問嘛 營運跟營造一樣嗎 營運是救國團營運 營造是桃園市政府 營造 營造跟營運差這麼多 傻傻分不清楚 我要營造 大家去看 上面的營造就是掛桃園市政府 營造業主單位叫桃園市政府 營運是救國團 我跟各位講 反而現在水小的是誰 倒霉的是誰 是營運的人倒霉 因為他要標這個營運 他把這個運動東西標下來我來做 所以營運他需要什麼 他需要每個 每天他開門就是 安安全全的 可以開門 結果他營運 可能標一年 結果9月18號 給他天花板工程掉下來 9月17號 才在上面說 哇 運動中心可以用了 9月18號就掉下來 請問 救國團他是不是少了好幾天可以營運 這樣聽有懂嗎 有人要帶風向說是救國團 營運跟營造就是不一樣 反而營運現在被營造帶衰 因為我今天來做這筆生意 結果倒霉的反而是救國團 你老實365天 我本來可以營運365天 結果你這下天花板掉下來 我少營運15天20天 我不管 我不知道你幾天之後天花板才會修好 結果水小的是我建救國團 結果 你現在側翼拿這些水小的人倒霉的 被營造脫垮的這些營運救國團 然後要說責任是這些救國團 你們會不會太可惡啊 這真的太扯了 你不覺得這個真的扯到一個爆炸 現在倒霉的 反而被拿出來扁啊 你老實 你覺得台灣還有什麼公理正義可言 只要講到政治 什麼都可以扯 謝謝你 谢谢观看